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好,現在來我們的不負責任實驗室 來測試這個Nicelink的 它的輸出有沒有到 因為它上面宣稱到2.1A 詹姆士之前有買一個電阻式的 測它的電流 它可以選擇1A跟2A 我們來測試看可不可以達到2A 好,把它打開 看一下上面的標示 DC5V到... 然後可以到2100mAh 就是2.1Ah 好,我們來試看看吧 好,藏著這個 接下來 把它調到1A的地方 它會發射綠燈 這裡有一機會發射綠燈 來看一下 好,目前是... 0.95Ah 4.965V 0.95Ah 0.95Ah 那我們把它切換到2Ah的地方 2Ah會變紅燈 好,目前1.9Ah 1.9Ah 然後是... 1.9Ah 然後大概... 看一下它的電壓 5.08V 5.08V 所以... 大概就... 大概就... 測到這邊 所以它應該是可以到2.1的 我們來看一下 4.94V 1.91V 1.92V 1.91V 那這個測試的時候會很燙 因為它是電阻性的 然後放電的時候 它就會... 變得非常的燙 上次戰母是有測試過 大概會到... 已經100度 所以它要小心 1.91V 那代表這個是有... 到它宣稱的輸出的安培數 好 那不負責任實驗室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1.98V